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是因为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呈现修正的一个格局 所以今天台股修正 但是未来的行情怎么看 我们先从一些盘面的焦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这个大型全脂股其实一磅接着一磅 我认为盘面上它还是有博种存在 那大型的全脂股从过去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修正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简直就像标谷一样 是在你的大盘冲 那接下来换2454连发科也是一样标一波 那今天换了谁换了海公公 海公公那美姐今天也跟风一下 美姐跟大家讲海公公怎么会从大象跳舞摇身一遍遍狐狸呢 那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美姐都会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跟大家做 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那另外呢 IP族群 真的只是反弹喔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散热的反弹是机会吗 那以及重电的老大滑成续墙 但是你会发现重电族群的表现是强弱不一喔 那为什么只有华城续墙 那美姐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呢 这礼拜的说要大家是昨天 今天凌晨喔 美国PPI的数据 那是其实是列于预期 本来预期是1.1% 公布出来是1.6% 所以是列于预期使得呢 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呢 纷纷都是开高走低的一个格局喔 尤其是费半呢 修正的幅度又是更大 那台股呢 跟费半的联络关系比较强 那所以呢 所以今天台股呢 就跟随着修正 但是台股的行情结束了没有 美姐现在都跟大家讲了 美姐都跟大家讲 现在大家先不要预设立场 有一个关键数字 有一个关键价位喔 等一下会跟大家做分析 那今天晚上呢 今天已经礼拜五 先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喔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美股四五日 美股四五日 通常震荡会比较剧烈 那加权指数我刚跟大家讲 要跟大家分享 台股现在怎么看 我们呢 我的看法跟昨天的看法呢 是一致的 短线强入分界点 在三月八号的低点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K线图加权指数 为什么要看三月八号呢 因为三月八号 它是有带亮的 三月八号它是有带亮的 那我们如果说 从亮的人来看 它有五千七百二十二亿 算是近期当中最大量 那那天的低点如果能够守住 表示说还是能够有支撑 如果说后续的收盘 能够守 能够守住在 三月八号这根带亮黑K的一个低点喔 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都还不用担心 目前还没有跌破 除非 除非后续有更大的量能 有更大的量能 比这个五千七百二十二亿 还要高的量能呢 我们再从那边来去做观察 再从那边来去做观察 那所以 目前短线强入分界点 三月八号的低点有没有跌破 没有 没有跌破就怎样 偏多看待 偏多看待 那我刚刚跟大家讲说 诶全只股是一磅接着一磅 那从去年 十月十六号去年底 我就在 台积电呢怎么跟大家讲 台积电虽然最近很飙 虽然最近很飙 但是呢在过去是大家认为的一个定存股 是不是 但是每一集在十月十六号的时候 我在受邀房的节目当中 我公开跟大家分享 那当时 那当时我说如果美元只是转入台积电的机会就来了 当时股价不到六百块 那现在的台积电呢 3月1号我还跟大家讲 还没结束 当时股价不到七百块 当时股价不到七百块 那今天 重点新闻 台积电要千金吗 问号 有问号 那后面 大家看到的是后面 外资罕993 所以呢今天早上的新闻 大家都在想台积电会不会挤身千金股啊 233年的台积电 结果今天台积电呢 修正的幅度将近四趴 将近四趴 所以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还在看报纸买股票吗 操作绝对不是看报纸买股票 你想喔 在去年10月16号的时候 当时外资都在调降台积电的评价 都看虽台积电 唯独美姐 直接在腰房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说如果美元指数转弱 台积电正是备受委屈 因为 美元指数当时 美元 当时是强势台币 台币 台币是弱势嘛 所以呢 外资就把台积电当提款机 明明它就是一家好公司 所以呢 平平卖平平卖使得台积电超跌 超跌大家都觉得它是弱势吗 就觉得它不好吗 而当涨上来你才去追 这都不是操作逻辑 3月1号 我不是10月16号 不是我上次可以拿10年前的预告 我上次可以拿5年前预告给大家看 但是这10月16号 今天3月嘛 大概5个月前的预告 5个月前的一个公开分享 那时候我是不是领先跟大家分享 所以美姐的节目 全部都是领先分享 事后来验证 那我当时 我甚至都可以拿更早之前的分析给大家看 但是美姐确实在10月16号节目的公开 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是我youtube订阅的朋友 Q女王刘良梅youtube订阅的朋友 你都可以知道 我分享在我的youtube里面 当时股价是不到550 不到550 那另外呢 甚至在3月1号 3月1号就不久了吧 今天才3月15号 3月1号我公开跟大家讲 还没有结束 大家想说 这是这份大牛 今年 去年 前年 这几年 你会发现 什么事情 都会让你感到意外 都会让你感到意外 3月1号我节目公开 跟大家分享说2330还没结束 当时股价不到700块 然后呢 外资说993 那他为什么不先喊 所以操作 今天台积电跌将近4% 你还在看报纸买股票吗 但是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美姐的看法 我认为台积电还有高点 那美姐当然有美姐的理由 那你看我过去跟大家讲的 铁证如山 3月1号跟大家讲 3 结果下一个交易日直接 我们来看一下 3月1号在这一天 3月1号在这一天 我跟大家说还有高点 我跟大家说还没结束 结果马上喷喷喷喷喷喷 是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他修正4%没有人跟你讲 大家都在跟你讲海公公啊 所以美姐今天也会跟大家讲海公公啊 台积电 不到700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 还没结束 你如果听美姐的 你脸先布局在前头啊 你听外资的 你今天先套4%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操作绝对不是看报纸买股票 而美姐的看法是 还有高点 那什么原因呢 美姐绝对不是说不过啊 绝对不是说什么阴阳书啊 那些怪力弄神这种话 美姐倒是没有做过啦 美姐发誓 美姐没有做过 那但是美姐的看法 我认为还有高点 当然有我秉持的理由跟依据 那时间的 节目时间的关系呢 因为这是一份资料 那你手中有台积电的朋友 或者是你今天看了外资报告 去买台积电的朋友 或者是你看好台积电 却还空手的朋友 你认为这一份资讯 值得参考的 广大观众朋友们呢 欢迎你加入美姐 LINE 小小鼠QQ208 美姐为什么会认为 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还有高点 这理由跟原因 我就放在LINE的主页上面 加入美姐LINE ID是小小鼠QQ208 加入美姐LINE 我放在主页上面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主页在哪里 那我跟大家分享喔 美姐 应该是说LINE 小小鼠Q208加入之后 你会加入美姐LINE 那主页就在这边有一个记事本的一个符号 就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那甚至你看喔 你想想看喔 我们是不是一波一波都掌握到了 一波一波都掌握到了 台积电 你认为的大牛 大牛变标股 那接下来二哥 今天变三哥了 二哥年发科 我在去年7月20号盘中年限的时候跟大家分享 那时候股价不要700块 没人要 你看那时候股价有涨停吗 今天 鸿海 海公公一度触及涨停 我相信啦 今天全市场都要讲海公公啦 那美姐也来跟风一下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相信你也可以一起来验证 美姐是不是最有资格跟大家讲海公公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 就像我当时掌握到台积电 我当时掌握到联发科 联发科 我是不是领先预告事后验证 铁证如山在这边 7月20号盘中年限介绍 当时股价不要700块喔 而且呢 不是涨停这样去追啊 不是涨8%这样去追啊 7月20号在这边 不到700块 结果呢 几进千金股 几进千金股 喔 然后呢 3月8号的时候 3月8号的时候 3八女王节 那果然我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 确实有女王的风范喔 今天这边应该带个皇冠 254年发科 股价短线刮理过大 所以我请会员市价出清 有没有 出清 我没有什么出一半 或者是叫你买 0.5成 或者是叫你 你每个人都是郭台铭啊 你每个人都是 都是上市贵公司老板 你有百亿身家 买这种高价股买5成 买0.5成 买0.5成 美姐 代会员进 就是代会员进 代会员出 就是代会员出 你看我的抠讯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要出联发科 我不是不看好他 我一直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 联发科下一次的买点 甚至他的子公司等下跟大家讲 联发科3月8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我跟我的会员说 短线管理过大 所以市价出清 超回资金 有没有 短线是不是管理过大 2454的联发科 你看3月8号 就在这一天 当时最高点来到1275 今年高点 波段新高 那1275 现在多少钱呢 你看一下 今天收盘1135 价差多少钱 140块 差了14万喔 差了140块就是14万喔 短短几天的时间而已 3月8号到今天 5个交易日而已 所以是不是 我请会员是要出现 重回资金 真正代进代出的朋友 真正说代进代出的专家 是不是都有领先跟你预告 是不是都有事后跟你验证 是不是证据都在这边 所以领先预告 事后验证 这不是随便说说 我都有证据的 甚至他子公司 我也是看好 那6526的答发 3月7号 3月7号我出答发 3月8号我出脸发科 那我不是 不看好他喔 但是因为答发 6526的答发 有新闻啊 有新闻 平常都没有新闻 在这边大家说 他是破发 涨上去 就开始报媒体啦 都开始注目到他 当时我就觉得 诶这样的不对 当他在这一天的时候有没有 3月7号 我直接节目 我直接公开 我说美姐先走一趟 美姐先走一趟 你不会看到新闻才追吧 美姐先走一趟 那在这一天嘛 我们来看6526的答发 3月7号在哪一天 这一天 创上市新高 好 美姐先走一趟 我是今天看图说故事吗 我是今天看图说故事吗 你看一下 3月7号 3月7号 我节目是不是公开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美姐的节目 只有肯定的答案 没有某一两可的叙述 我不是看图说故事 我是真枪实弹的操作 美姐先走一趟 你是我的会员 你就知道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是我的忠实粉丝 你也知道 美姐先走一趟 那你看她新闻才追的朋友 你自己看 当时高点在700 我们算700块好了 今天到哪里了 614 差多少钱 都是上万的 都是上万的 所以 你想想看 我的会费你cover不了吗 我的价值就在这边了 昨天嘛 还昨天 昨天谁跟你说海公公 礼拜一礼拜大家在跟你讲海公公啦 但是休息两天 大家都已经换别的 都已经换了 我觉得大家喔 换股票速度比脱衣服还要快 你不觉得 你看美姐 美姐 美姐 当时穿这件 当时穿这件西装 现在还是穿这件西装 只是衬衫有改啦 衬衫有惯啦 那 这3月14号是多久以前 多久以前 多久以前你想想看 就在昨天 那是不是昨天黑陷土 我内容 直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虽然今天我相信喔 我还没有看到 下午的时段的节目 其他专家的分析 但是呢 我认为啦 我认为啦 应该全世界都在讲海公公吧 柳洋伟他也说 他那不是大象 他是他们是狐狸 他们是狐狸 他们是狐狸 但是美姐节目 昨天节目 跟大家讲红海是怎么讲的 我说全职第三接棒演出 所以你看我今天 我一开始的重点图考 我跟大家说 全职 全职鼓 一档接着一档喷了 全职第三 因为他当时是排行全职第三的 今天跳要生老二了 要生老二了 接棒演出啊 那昨天你看 昨天他有长吗 昨天 昨天你看喔 如果我们不要看今天 昨天 昨天 他长一咪咪 没有人看得起一样一咪咪 大家看了都长停板 但是如果能够领先跟你 再还没有长停板 或者是还小涨 或者是甚至还在跌的时候跟你讲 这才能赚钱嘛 你追降 你出来想说 那他明天如果震荡怎么办 全职第三 第三的全职 接棒演出 他有什么题材 AI 苹果概念 还有绿能多题材 红海 没错 就是你说的 从昨天大象变今天的狐狸 压回是机会 有没有 我昨天节目还在讲 那你全市场的 你如果要看别的专家 你去转转看他昨天 跟你讲怎么讲红海的 跟你讲怎么讲红海的 是不是 那美姐节目是不是 只有肯定的答案 没有某人两可的借口 没有某人两可的叙述 我直接跟你说压回是机会 是不是机会 是不是机会 那么你看看今天红海 重返第二大市值 AI 苹果概念 绿能多题材不变 红海今天直接喷掌 而且喷掌幅度 他真的是变狐狸了 你看 他今天最高点是掌停板耶 假设他不是狐狸 他是大象的话 大象也会爬树了 大象也会爬树了 直接喷掌停 这是掌停是怎样 标股 谁能在昨天跟你讲 今天大家都在讲红海 谁才是最有资格跟你讲的 就是昨天有跟你说 是机会 压回是机会的红海 节目公开 所以是不是铁证如山 是不是铁证如山 今天的红海 最高量能掌停 那你才在追吗 我现在跟大家讲 短线乖里 语气线乖里 过大了 过大了 你如果追嫁风险高嘛 所以 你如果还在想红海 你如果今天在想说 你要去追海公公 那你又跟在美姐后面追嫁了 美姐昨天怎么讲的 很多人都喜欢跟在美姐后面追嫁 为什么呢 美姐讲在前头 因为美姐都是领先布局 都是讲在前头 而且都是肯定的答案 当时的股价你看起来 你就觉得 哎呦 这没什么赚头啊 哎呦 这会涨吗 对不对 你看连发科 你看达发 都是大家看不起的时候 但是你现在你都想追 是不是这样子 台积电是不是这样子 你现在你都想追 所以 你如果永远都跟在美姐后面追嫁 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一开始跟上美姐的脚步 今天海公公的掌停板就是你的 另外呢 美姐为什么跟大家说多空都是机会 3月5号我跟大家分享 这样 肋骨会轮动 高低位阶会轮动 3月5号我跟大家说 中小型的IC设计肋股 肋股当中有猫腻了 为什么 股王世心KY 没有在创高 结果咧世心KY 我会跟大家讲说在这边 然后呢 季线反弹 反弹季线站不上 反弹季线站不上 3月15 3月5号我节目公开的 创高后重挫 这都有问题呀 M31 3月11号我说反弹要小心喔 甚至呢 在昨天我节目跟大家讲 结论 所以你再看一次 你再看一次 这里面的内容 美姐的节目是不是只有肯定答案 没有某人两口借口 我知道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也都赚到钱啊 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也都赚到钱 但是你永远都落后在美姐的会员后面 那你如何跟上 领先不决脚步 我讲了这么久 我还没有讲这个 昨天你讲的结论 你自己应该看得到 你自己看得到吧 IP个股 美姐的结论 昨天IP个股 四星K1掌停 又有人开始讲了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你说有还是没有 加入美姐 留言给美姐 你究竟有没有在昨天去追 四星K1 但是美姐 昨天美姐看到的四星K1也是掌停版啊 但是美姐的结论为什么不一样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看到掌停就是多头 那美姐今天不用 美姐今天没饭吃了 你知道吗 对 美姐给大家的结论 IP个股 不是裴姐的公司就本益比过高了 所以呢 昨天四星K1掌停 我跟大家说 反弹占卖方 除了四星K1 我们来看四星K1 3661的四星K1 今天涨怎样 昨天涨停 今天跌快4% 所以呢 有反弹你在卖方 有反弹 甚至反弹你在卖方 甚至你昨天在卖方 你今天都还赢 所以想跟美姐一起抢饭吃吗 对不对 6643的M31 我昨天也还在跟大家讲 他说铁证喔 6643M31 6643M31 昨天是反弹 我跟大家讲 IP气质财的公司 全部反弹占卖方 昨天我跟大家说 短线连续下挫 昨天涨 昨天涨 欸 套住的人 才会说那边是买点 是机会 是机会 是不是又涨了 那客观的人 就可以理性的跟你讲 这只是反弹 反弹跟回升 你懂不懂 回升是会直接继续涨 那反弹就是可能 就是一日两日行情 我昨天跟大家说 只是反弹 结果你看今天M31直接跌停 直接锁跌停 没有错吧 直接锁跌停 所以看到昨天反弹 你又想去追加 你今天又辛苦了 神盾 3月5号 我是不是铁证如3 我是直接跟大家说 惯性改变了 原本都上升趋势 惯性改变了 现在呢 有五日线都还没站上 上方呢 压力重重了 所以你要怎么做 对不对 3月5号 我公开分享 这又是铁证了 出关后随即跌停 随即跌停 8054安国 上方的压力重重 每一节节目时候肯定的答案 没有模型联合的叙述 我跟你讲不能买 那另外呢 随着散热我就带过去 双红七红本益比高到30倍 你要寻找 含苞带放的个股 332色双红 水冷散热三姬 3017的齐红 但是问题是他长得比较多 那还有没有在低位阶的 3月11号 索马云 我已经分享给大家了 他还有机会 你想要跟上美姐脚步的朋友 你要把握 如果你永远都 在美姐后面嘴角 我知道你一定是 你看台积电 你看连发科 你看红海 是不是都跟在美姐的后面 在追价 所以你如果都要去追价 这已经差2 30% 甚至50%了 你有沒有想过 一开始就跟上美姐的脚步 你想跟上美姐的脚步 所以这种店 今天没时间讲 全部都是领先布局 才能抢得先机 对不对 如果你都跟在美姐的后面追价 重点全市场走 我第一个讲的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 又跟上美姐脚步呢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买主流 买标股 想要领先布局找美姐就对了 想要跟上美姐脚步的朋友 直接拨打专线 进来就可以了 最后祝大家 周末在许愉快 而且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